欢迎大家来到第23期的教主基督进化论 最近的比较频繁进化论 这一星期出了三个 其实主要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我Docker刚刚讲完 然后我也希望更多的实战 来把我的知识来做一下巩固 便与我马上开始的大量的K8S相关的东西 所以连做了这一星期连做了三个 其实对我也是一种锻炼 反复练习我所学到的相应的知识 其实我就是这样的 然后你看这三期 那么一期我们讲了这个FlashDB 然后就是昨天我就讲了这个ASGI 然后今天我又讲了PCQ的副本 与这个Jungle的数据库的路由 都是在练习我的Docker相关的东西 便与我紧接着K8S的相应的 继续的相应的学习 K8S估计有一个月 我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我会把K8S的理论也讲了 我主要会讲一些跟网络相关的 跟安全相关的东西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反正就是我风格的这个K8S的课吧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PCQ的指数副本 和将冠的数据库路由 其实是我需要的 那么当然首先第一个是我练习 而且我们公司也确实需要 我们公司我自己开发了一个学员的内部系统 其实我一直都有点隐忧 虽然说我有各种方案 那么我有快照的备份 然后每天晚上我还要做一个全备份 然后把它传到AWS的S3上面去 然后我觉得还不好 而且我觉得性能也不太好 所以说我觉得我还需要再进一步 那么首先我把昨天我的PCQ以前是9点几 现在应该是升到 我觉得是12吧 升到12上去 然后我希望能够有同时 能够同步的两个数据库 然后我希望能够在写的时候没办法 写的时候只有一个可以写 基本上现在都是只有一个可以写 然后读那里可以有多个一起读 那么我希望有两个一起读 毕竟读的可能性还是更多一些 读的操作其实对于我的 我的这个数据库里而言 读的会更多一些 写其实会比较少一些 所以我希望多做几个副本 但是现在只做了一个 也就是两个 两个设备 然后那两个设备可以负载均衡 那么其实我可以考虑再多做几个 然后负载均衡效果会更多一些 那么能够提高性能 所以提高性能是一个需求 然后升级也是一个需求 然后备份也是一个需求 那么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需求 当然了我基本上就是 学了东西呢叫真正的实战 然后呢 昨天真的是一冲动啊 我学完了之后就想了没想啊 直接就把我们公司的这个PCQ 直接做了一个升级 直接把它转到了这个容器 直接这个容器化了给它 然后呢直接又做了一个备份 OK 很冲动啊 当然我我长期就这么冲动啊 其实我们公司呢这个网络其实不仅是一个生产网络 其实对我而言呢也是一个实验网络 那基本上呢我会把我学到的各种技术呢用上去 可能过程时间我把KVS做完之后 我要对内部网络可能还要做一次改造 然后呢把那些彻底容器化 然后呢再把KVS的环境再run起来 那么在我们内部实实在在用起来 就这样的吧 就是我有自己的实验环境 其实我的大我们整个前一堂的北京的这个网络 基本上对我而言呢也是一个实验室网络啊 我这人常想冲动 经常会气得我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气得我自己都想跳楼 或者真的是有时候我特别特别冲动啊 但是还好 我感觉我昨天还比较顺当啊 基本上一个六小时很顺 可能我的数据会比较小 瞬间就能够升级成功 然后做微分也比较容易一些啊 我觉得很大 其实我发现特别特别小啊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 其实呢这东西呢对我而言 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进化论呢 对我而言呢其实一种笔记 我自己对自己做东西 然后我留个笔记 好 这个东西呢主要还是要看项目啊 这个我是做了一个 依然基本上我现在全部都是 PPT就是还次要了 PPT其实我只是把它 简单结了一个图 PPT其实是比较次要的 主要呢还是这个 这个项目啊 我也备份到马云上面了 这也一旦是一个 私有项目的有感兴趣的 可以找我去要 那么在这项目里面呢 都留了所有的多颗文件啊 然后呢所有的操作细节 全部都在里面了啊 基本上是 我就一会就只是把里面贴出来 给你贴一圈 然后一把过就结束啊 那个我贴了很多遍了 应该都没问题啊 好 首先呢我要做两个 我要做一个主用的 然后呢我再给他做一个这个指读的副本 这就是首先上来的任务 那么简单的说呢 其实我有两个设备 我有两个Linux 两个Linux 这是我平时做实验的 两个Linux 一个是 我给你简单画一下啊 简单画一下我的这个设计 放一会儿啊 这个拓扑比较简单 都是网外的例子都比较简单 有两个设备 呃 然后呢 一个里面呢 装这个P-Secure 和Jungle P-Secure的主用和Jungle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是P-Secure的备用 这个呢 是137.78点 这是我们公司的内网 5.33 然后这边呢 应该是137.78点 5.30 34 好像他是 我给大家确认一下 来给他确认一下 这是两个设备 主用是34 备用是33 我是拿VP过去的啊 备用是33 主用呢 是34 OK 好 然后呢 一会儿呢 我们就这个 Jungle在主用那边 然后呢 这个 这是P-Secure的主用 这是P-Secure的备用 当然呢 一会儿呢 他们这两个之间 有一个同步 OK 江国呢 也既要读他 然后呢 也要读这边 两个都要读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 简单的环境啊 你只需要记住 两个IP例子 其实也就 也就可以了 这是物理机的 宿主机的 一个是137.78点 5.34 一个是137.78点 5.33 5.33呢 那边呢 只有一个 这个 指数副本 的P-Secure 然后34呢 既有这个Jungle Jungle就没有两个了 Jungle有一个 还有主用的P-Secure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 下面呢 我就直接给你 大家来做一个 把这个贴一遍 然后呢 把这些细节呢 我给你讲一讲 好 我们开始 首先呢 我们 我这儿有三个目录 三个目录 三个目录 里面就 分别放着 这个Master Slave 就是主用 和指数副本 然后还有Jungle 相关的一些 这些 这些要运行的脚本 我全部都记下来了 而且每一步 顺序 我都记下来了 就是 你会发现 你看 12345 你会发现 这是15 明显不是他 那这个时候呢 很明显 你要跑到这边来 你要到这 这是6 OK 这个顺序 我都给记下来 我照着贴 就把它给过了 好 首先呢 我要进到 这个Master 这个目录 我现在把之前的也清掉 以前的东西应该是留在这儿的 进到这个目录 然后呢 把这儿所有的容器干掉 所有的容器 你看 你应该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 主用的PCQ 一个是Jungle 好 然后呢 我的数据库啊 是同步出来的 可以看一下 这个数据库里面的PCQ 这个数据库是同步出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也把它干掉 数据库呢 也把它灭了 就表示是 这里是一个空的环境啊 数据库 数据库也没有了 那么这个下面呢 就只有这两个 一个是MD文件 一个是这个 脚本 一个处处化数据库的脚本 就这两个东西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创建一个网络 这个网络应该是创建过 所以说创建可能会有一个报错 这个应该OK啊 Docker Network 好网络 就是一个QIT下话键 Net 是一个bridge类型的 这么一个网络 好 好 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直接用这个PostGRE的 这个官方的镜像 那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啊 这个特权 其实不需要 就进去有这个 这个root的权限啊 那么这个其实有没有不重要 那重启呢 其实有没有也不重要 就是说出了问题呢 它会自动的重启 出了问题 它会自动重启 好 然后呢 连到网络 连到网络里面来 连到网络里面来 这个OK 做这个网络 自定义网络有好处吗 对吧 一会儿呢 我们来 我们来连接其他设备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名字来连接 对吧 用名字就可以连接了 比如说一会儿Jungle 就可以通过它的 就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名字 它的名字 来连接它 所以说呢 用了自定义网络啊 好 那这张的名字 然后呢 这是一个卷的同步 把里面的这个pcq的这个数据的存放那个目录 然后呢 同步出来 这就是刚才我删掉这个dategum master 就这个目录啊 把里面同步出来 刚才我已经把它给干掉了 然后呢 把我外面的这个脚本也同步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将我在处处化的时候呢 就会执行这个脚本 只要放在这个目录里面 将Docker在启动的时候就会被执行 好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东西会比较多 首先呢 这是写的一个访问控制 那么允许 你可以看一下 我传了一个环境变量 你看我传了一个环境变量 这个环境变量就是一个备用机 备用机 备用机就是137.78.5.33 这是备用机的IP地址 我用slavehost 传的环境变量进去 那这个时候呢 在这儿呢 它就可以去允许这个备用机的主机 那么来过来认证 改的是这个认证的这个访问控制这个文件 这句话就是说 允许你过来 那么通过认证 来和我取得同步 相应的这个角色呀 用户名 这也都做好的 就是这个机器可以 那否则的话你过不来 我要允许你过来 这是一个访问控制 用来做这种访问控制 这么一个配置文件 好 紧接着呢 那下面呢 我们叫激活这个 这个我们讲AWS 我讲AWS课里面有讲过 这个基于时间点的恢复 就是说呢 它能够把所有的操作 那么不仅不仅这个两个机同步 而且它会把所有的操作呢 做一个归档 那么 做一个归档 便于万一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你可以通过归档文件 它其实相当于就把所有的 每一步的Circle的操作给你记下来 每一步的Circle的操作给你记下来 那么万一出了问题 让你可以把基于这个归档 然后呢 来做一个恢复 OK 那么激活归档 然后就能够支持基于点的来恢复 那么首先呢 可以看一下归档的时候呢 我们激活了归档 然后呢 把这些归档文件的拷贝到这个目录里面去 这个目录天生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创建了这个目录 给了一个可以写可以读的权限 OK 然后呢 这是设置了就是备用端的相应的一些 同步的一些时间呢 还有这个Sigman的数量 OK 好 下面呢 激活了这个日志 当然呢 你激不激活 不是我为你自己去考虑啊 我激活了日志 激活了 激活了 激活了这个归档的能力 OK 好 然后呢 创建了目录 然后允许备用机呢 过来 好 然后呢 创建了一会儿 我江狗要用的这个 江狗所要用的用户 那么江狗要用的这个数据库 然后呢 给予我的用户 那个数据库的所有的权限 然后呢 给我的用户呢 设了一个密码 然后呢 为同步创建了 用于同步的这个用户名 和相应的密码 用于同步的用户名 和相应的密码 然后呢 创建了这么一个用于同步的这么一个数据库 啊 啊 OK 那么 你一会儿看到这个数据库相应信息就能够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同步 好 那么你看这个操作很多啊 那么这些都是自动的去 这些操作相当于就是一个替换 你看看一下 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对这个啊 PCQ的重要的这个配置文件进行配置啊 然后呢 比如说它默认呢 是off的 并且被注视掉 现在呢 我把它给激活 OK 默认的这个呃这个规短的命令是没有的 并且被注视掉的 那么我不要注视掉 然后设上将来的东西 可以讲吗 那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个文件 只是呢 把原来的内容呢 做了一个替换 那么我帮你全部都做好了 那么当然呢 你也可以一个一个的手工的去敲 去替换也行 但是我这个基本上就 一个脚本就全部给你做完 啊 啊 把防控制也做了 把目录也做了 权限也做了 这个配置文件该改的给你改了 然后呢 进去把用户名给创了 数据库给创了 权力给做了 然后同步的用户名也有了 数据库也做了 那么这个脚本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你有时间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OK 那么这就把那个脚本呢 给它送进去了 好 开放了PCEQ的标准端口5432 然后呢 这个PostgrePassword的这是 这是这个镜像强制要求 一定要传立环境面量 这就是啊 那个管理员的密码 这是必须要有的 OK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运行这个容器 我们开始来运行这个容器 前面应该都做了啊 看一下日志 这问题啊 应该就是起来了 好 这个起来之后 这个第五步就结束了啊 那么你这个明显不是紧接着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到备用端 那么同样的 我们进入备用端的这个目录 两个机器啊 两个机器 我们进入这个目录 然后呢 也把以前那个容器 给它干掉 也把以前的 这个同步出来的这个目录 给它干掉 基本上轻的呢 基本上轻的呢 也就差不多了 这个下面呢 就是只有这么一个 就只有这个脚本 就只有这个脚本啊 然后呢 我们继续 这个呢 这个呢 这差不多啊 就是特学模式 重启 名字 然后同步数据出来 同步数据出来 叫做 Data-Slave 好 然后呢 这有一个脚本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脚本呢 就是说通过这个命名 能够把主用的这个数据库 给拉过来 理解吗 通过这个命名 直接把这个主用的 给拉过来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传了这个密码 你看啊 密码我们传进去了 这个 这个master的这个密码 传进去了 master的host传进去了 所以说呢 我们就引用master的这个 host master的这个password 然后呢 相当于就能把主用的 给拉过来 然后呢 备份到容器里面的 这个目录里面去 备份到容器的 这个目录里面去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对它的配置文件呢 做了一些修改 首先呢 我们要去配这个 primary的连接信息 那么这就是连接到 master这个主机 端口号 用户名 和密码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 首先 你把它拉过来 然后呢 一会儿呢 我们会通过 把拉过来的数据 重新去创建一个镜像 然后呢 创建镜像之后呢 我们就和master 实现一个同步 OK 好 然后呢 我们要获取最新的 这么一些数据库的信息 连接的数量的修改 那么我是host stand by OK 然后呢 相应的一些延时 等等等等 那么这也是对这个配置文件的一定的修改 那么这个呢 我也已经给做好脚本了 直接一刷就搞定 把配置给拿过来 把配置文件都给它改了 OK 好 那么这就是那个 初速化文件 好 那么 那5432 因为不同 它是不同的主机 所以说可以用相同的端口 然后呢 这是这个镜像强制要求初速化的密码 然后呢 主用的 主用的地址 然后主用那边的 这个管理员的 不是管理员 是这个 这个用来复制这个账号 用来复制这个账号 应该是 这个账号 它的密码 刚才我们也初始化过 刚才我们也 初始化过 看一下啊 密码 我们也初始化过 好 OK 那么这是备用的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我看看啊 我看贴备用了 用去贴 这是备用端 刚才呢 我们已经 这是以前的啊 我把它干掉 容器是肯定没有了 数据目录也没有了 OK 这没问题 好 基本上 没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就运行这个容器 应该没问题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数据给拉过来了 拉到这个容器里面的这个目录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必要把这个目录给烤出来 我们把这个目录给拷贝出来 拷贝到外面来 拷贝到外面来 这就是它 拷贝到外面来 OK 那这个时候呢 这就是 就从不过来的数据了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 我就可以把原来的这个就没有必要了 把它给删掉 然后呢 我把它重新起名为它 然后呢 重新起容器 那么OK 基本上那个配置就算同步了 来看一下啊 然后呢 紧接着呢 我就把 我就把它拉出来的这个目录给它干掉 拉出来的这个目录给它干掉 先把容器删了啊 先把容器没有必要删掉 然后呢 把以前刚才那个容器的这个目录 没有必要给它删掉 好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备份的那个目录改名为它 备份的这个改名为它 好 那么就这个名字 然后呢 就是刚才拉过来的一个 一些相应的数据信息 好 然后呢 我们重新再起一下容器 就相当于用同步过来的数据 起的这个容器 这个 跟上面一模一样啊 就是 相当于第一次 就把它拉过来 然后把配置文件的该改都改了 然后呢 把老的那个容器给删了 然后呢 用新拉过来的数据呢 重新再起一次容器 好 这个时候呢 这是14 看14 那么这是这是16 中间有个15 再回去 好 下面呢 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要确认一下它是不是同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确认一下它是不是同步了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进到 里面去 好 然后呢 我们去搜索 我们查询这个数据库 哎 这个是没有同步的 你看这张同步应该是有一个同步过来才对啊 哦 我不应该在备用端卡 我不应该在备用端卡 我讲错了啊 我应该在主用端卡 主用端啊 我在主用端卡 先退出去 先退出去啊 在主用端卡 我进来了 这个时候呢 host grs psecure 你看这个看起来效果有没有问题 就是在主用端卡 那表示呢 这个同步呢 也已经做好了 好 那么同步做好我们来测试一下 就是我们来创建 我们到一个数据库里面 这个数据库开始在脚本里面创建了 我们创建一个表 然后创建一个条目 然后我们这边看得到 我们再看那边能不能看得到 OK 我们来测一下有没有同步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连接到刚才用脚本初次化的数据库 好 然后呢 我们创建一个表 然后呢 我们插入一个条目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条目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已经这个已经有一个条目了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到备用端 也来看看 备用端 我们进去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同样的连接到了一个数据库 好 然后呢 我们同样查了一个表 OK 你看啊 这已经同步了 这刚才我们创建的表 刚才创建的条目 现在这边已经OK了 OK 那基本上呢 通过这种方案 那么咱们就算是把两个做好 请注意啊 两个都可以读 但是只有主用可以写 写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可以写 写没有办法分担 读可以 你可以做很多个副本 读都可以分担 写没有办法 OK 好 那么具体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全部都是贴的 而且呢 我也没有用我自己的镜像 什么都没有长 我用了标准的镜像 所以说呢 拿我这个在里那贴一遍 一样能好使 只是你只需要把这个IP地址做适当的 在这个地方 你看传环境变量的时候 基本上是传环境变量的时候 你做一些适当的替换也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PCQ 我们做了一个主用 然后呢 我们又做了一个指读副本 基本上刚才我们测试也没有问题 下面呢 我们开始做Jungle 我们开始做Jungle Jungle 我们首先呢 我们进入那个Jungle的目录 进入Jungle的目录 我们进入Jungle的目录 OK 好 紧接着呢 现在我们用Docker file来构建一个Jungle文件 Jungle的镜像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的 Docker实战课里面用到的 我用Sender8 然后装了一些跟Jungle相应的依赖 然后呢 有一个requirement的点 TST 这个时候呢 我们装这个requirement的TST里面要的东西 那么装了Jungle 装了这个 这个PCQ的这么一个模块 那么便于Jungle能够通过这个模块 来访问这个PCQ数据库 UWGI呢 这是没有用啊 这是没有用的 其实把删掉也是可以的啊 OK 把这个相应的Jungle和那个PCQ装了 然后呢 我们把整个的Jungle项目给它复制进去 OK 整个项目复制进去 然后修改工作目录 然后呢 拷贝这个脚本进去 然后呢 执行这个脚本 脚本比较简单啊 那么 那就是说 创建就是创建数据库的条目嘛 在Jungle的Migration Migrate 然后呢 运行服务器 Jungle表番人啊 就是需要做 你要重新把数据库 重新做 Make Migration Migrate 把表创建进去 然后呢 它才能够整个工作 它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 一定要做这些操作 因为它有OAM 它有OAM处理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呢 通过它呢 我们就能够 构建一个 这个Docker的镜像 基本上就剩的吧 装一些相应的这些 呃 package 然后呢 装一些 Python 3的模块 啊 然后呢 把外面这个项目 给它给整进去 啊 然后呢 修改工作目录 考一个脚本进去 然后执行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呢 帮你做Migration Migrate 然后运行这个脚本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 构建这个镜像 由于我构建过 应该会比较快 就在这个 主用端这边来做 我切到将冠目录了 然后呢 我们build一下 这个由于我已经build过了 所以说呢 它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啊 build了之后呢 紧接着呢 我们就run一下 run就比较简单 那么首先 我起了一个名字 然后连到了相同的 跟那个Pcq的相同的网络 我们暴露呢 默认的这个 run server的8000端口 我没有用uwgi啊 这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啊 然后呢 呃 后台运行 然后呢 用了我们刚才所创建的镜像 好 这个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好 下面呢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刚才呢 我们两个已经有了主用和这个指图副本有了 那么我们将过是怎么来实现这个 呃 写字上一个 然后读呢 可以有多个呢 怎么做的呢 我们只要看看这个代码就可以了啊 比较简单 首先呢 你要去创建一个 呃 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呢 我们做了一个类 叫自定义roater 自定义roater 那么也这个roater呢 不是我们网络所熟悉的录入器 当然呢 基本上也实现了这个录 数据库的路由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你是读 读的话 那好 读的话 我们在 应该是我们先看看这个吧 呃 首先呢 我们在setting这个地方 创建了两个数据库 一个是默认的 正常一般我们就做default嘛 对吧 现在那里再加一个 啊 叫做副本1 然后呢 同样的填相应的信息 基本上都 这个 都是一样的 用户密码都是一样的 数据库用户密码都是一样的 OK 然后呢 呃 组 这个主用呢 由于是相同的网络 所以说呢 我们就用了这个 名字 由于呢 指数副本呢 不是一个主机的 没有办法 不在一个相同网络 所以说我们这儿给了一批地址 所以呢 你要做两个数据库先 然后呢 你再做 这么一个模块 可以看一下 你读的时候呢 就在这两个里面 随机选择一个 随机 随机选择一个 OK 随机选择一个 然后呢 我们会打印你选择了哪个 以后我们可以测试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到底在读的时候选择了哪个 然后呢 去返回这个数据库 就是读的时候呢 是随机选择一个 但写没得说 写只能是default OK 写default 然后呢 读的时候呢 两个数据库随机选择一个 以后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效果 OK 好 那你把它做完了之后呢 你在这个setting里面呢 用这个database router 你引用在这个view下面的db router下面的自定义 router OK 是这么写的啊 是个字符串 看好啊 是个字符串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就相当于就做了这个database的router 可以什么 database的router 然后呢 就能够帮你去自动的啊 如果说是读两个之间随机选 然后如果写就一定是default 好 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够去访问他 78.7 78.5.34 OK 没有问题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随便创建一个目录 创建一个课程 好 也可以看一下 就有这么一个课程了 没问题吧 写肯定没有 没得选 肯定是往default里面去写的 好了 这没问题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读能不能够负载均衡 读能不能够负载均衡 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呢 继续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选择的时候会有打印的啊 OK 所以呢 我们docker ES EC-IT 我们进到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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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到里面去啊 然后呢 我们到python3 然后share 好 然后呢 我们from qytdb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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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 cost 你看 是在这儿定义的 导入它 OK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 去做一个搜索吧 你就做一个 你就直接 calls objects 好可以看一下搜索结果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是从副本一读的再来一次 你看default读的 default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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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本一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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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读的 default读的 OK它是随机选择的 看到了吗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一个读的时候 是在两个数据库之间随机的读 鞋只能像default鞋 OK 那么这样的话 你未来 我建议大家未来如果说数据库为了安全起见吧 那么 我现在三招来解 我现在有三招保护我的数据库 一个是同步数据库 两个 万一某一个物理机构完了 那么 就会解决 然后呢还有快照 每天晚上我都给他做快照 OK 万一 万一 快照也是会出现某一个机器挂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呢我就每天晚上做一个调度 然后把它做完整备份 然后发到AWS上去 那就比较安全了 三招 同步 加快照 加同步到AWS上去 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稳吧 是吧 三个关口都突破 还是不太容易对吧 好了 那么这就OK了 那么其实呢 这是我对自己的工作的一个 笔记啊 可以理解一个是一个视频笔记啊 我自己给自己录一个 当然你们选看了 里面可以看 OK 那基本上差不多了啊 我把这个同步也做了 副本也有了啊 然后呢做这种负贷均衡 那么也做了 好那么就到这儿 那么三期做完之后呢 可能进化论会停一下 我应该会在本月的二十几号吧 应该是二十 我再预告一下 应该是二十三号 应该周一就会发广告 我会跟斯科的服务社区去讲一个 又回归到网络 我们会讲这个斯科的一个收购的新产品 叫千眼 他可以对网络进行监控 一千只眼啊 网络进行监控 那么我会跟斯科服务社区合作去做 那么暂时呢 就没有进化论的计划了啊 那么等到二十几号我讲了 这个月就做四期就差不多 然后呢我会大量的时间呢去 去攻克K8S相应的东西 然后呢最快月底 那么慢一点呢 可能是下个月初 我会出K8S的课 敬请关注好 这期就到这儿